大家好 我是顾忌的JS Spinner 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智云最新的稳定器 云赫4 那这款稳定器呢 更小了 更轻了 但是呢 沉重方面没有任何的妥协 同时呢 续航时间也更长了 依旧保持了智云 这边 这边这个蹄虎 以及这边这个万托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想要了解的信息也就差不多了 好吧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好 我知道你并没有把视频关掉 好吧 所以接下来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 云赫4的一些特点 那现在看到全程的画面呢 都是Berry使用这个云赫4 搭配我的索尼AE以及50G Master所拍摄的 好吧 就是这个效果 那第一个想说的它改进呢 就是显然的它更小 更轻 然后更便携了 好吧 所以拿在手里的时候 你会觉得压力更小 但是呢 它所接受的这个这个承重呢 并没有任何的妥协 它不仅可以搭配我现在使用的这个索尼AE 也可以搭配我之前在使用的尼康Z8 那镜头方面 我使用了50F1.2的这支Z卡口的镜头 你可能会想说 那2470F2.8行不行 当然可以啊 因为2470F2.8 没有那支51.2大呢 那如果你使用一些小型的摄像机 比如说C70啊或者是一些 好吧 Red的摄像机 超错的超错的认知范围了啊 也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大部分的相机 不管是无反还是单反的话 在这个云赫4上面都毫无压力 好那第二个改进的地方呢 就是它这个重新设计过的提壶 好吧 我一直觉得提壶是智云比较一个比较不错的发明 那如果你需要拍摄一些低角度 低低低低低角度的时候呢 好吧 这个提壶其实真的能省力不少 但是现在看上去我好像没那么省力 但意思你是懂的好吧 我们上上上上 那除了提壶以外呢 这个重新设计过的这个腕托 也能让你在使用的时候 降低一些你的负荷 所以Berry现在看上去很轻松 它只是有点出汗而已 单纯的热吧 我觉得应该是 还说NG太多次了 腕托其实现在也可以精细的调整角度 换到你比较舒服的角度呢 能帮助你更长时间的进行拍摄 好 第三个要说的改进呢 就是它现在来到12个小时的续航时间 当然啊 你要先把相机调调屏 好吧 那12个小时如果你还不够用的话 它现在支持PD快充 那你接个充电宝 PD快充呢 只需要两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呢 就可以从0到100进行充电了 搭配上它本身又轻又小 稳定器有更好的续航 好吧 你的拍摄人员呢 也能有更好的续航 所以现在Berry皱着眉 一直在专心拍摄 他根本没有在听我说什么 好 那第四个要说呢 就是云和4呢 在横拍跟竖拍之间的切换呢 会变得更加的方便 那这个设计真的蛮有意思的 它直接把它一个整个部件拿下来 直接切换到它的这个右边以后呢 就可以直接进行竖拍了 我知道你现在在等一个竖拍画面 对不对 但是不好意思啊 完全没有 因为我的频道里呢 不允许出现竖拍 如果你有横拍跟竖拍之间 切换的这个需求的话 真的蛮方便的 就是会节省你很多的时间 而且呢也少用一些配件 直接装上去直接调平以后呢 就可以进行竖拍了 非常非常的好用 有一种二人转的感觉 二人转二人转 好那接下来呢 再说几个设计方面的巧思 那这个已经不是智云的云和 第一次出现这个LED灯在这个稳定器上了 那现在呢 这个稳定器上灯来到了10瓦 而且呢可以变色温 从2700K到5500K 那现在在这样的光线下面 好吧 我依然能看到就是蛮亮的灯 所以就是如果在弱光的情况下 这个灯补光老实说真的是蛮好用的 又真的还蛮亮的 当然你在晴天的那种大太阳下面是用不了 但是在这样的光线下能补上补上这个脸上的光啊什么的 我觉得已经蛮不错的了 那第二个我要说的是非常好用的连 连牙拦接 蓝牙连接 好吧那我手指的相机里面呢只有最新的Nikon Z8呢 是不能用蓝牙连接到这个稳定器上 然后使用按键操作的 那其他相机包括这个A1呢 都可以直接在这个稳定器上 用蓝牙连接了以后开始跟停止录制 超级的方便 你知道我真的是我很抗拒在我的稳定器连线到我的相机上面 其他的方面呢 还有比如说这个显示屏好吧 显示屏能显示的信息真的还蛮多的 触摸屏操控起来呢也比较的方便 那最后呢就是它上面增加的这个快装板 然后拆卸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 使用起来呢我觉得蛮实用的 好那视频的最后呢再分享一下 就是我用下来这段时间 我觉得可以改进的两个地方 好吧都有小地方 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屏幕好吧 虽然显示的信息很多 然后触摸操作很方便 但是问题是好吧 因为它屏幕占据了本来摇杆的位置 所以你在拍摄的时候 如果你习惯性的想要调一下摇杆之类的这种东西啊 你会摸到你的屏幕然后你发现你会改掉你的模式或者是设置 然后那个素材呢就不可用了 那有个解决的方法就是开始拍之前按一下这个power键 然后呢这个屏幕就会锁定 那你就不会发生像我素材不可用的情况了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LED灯 那这个LED灯当然很亮很好用 但是好吧 有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去到一些极暗的情况下 尤其是搭配A7S3或者是索尼ZV-E1之类的 好吧在大光圈的情况下 ISO12800的情况下你会发现10%的最低亮度呢 依然有一些过亮 所以就是好吧 这时候你需要加一些柔光的设施之类的 它本身有个柔光罩在上面了 就加上这个柔光罩再加上一些柔光设施 让这个灯光稍微再变得更暗一些 那我觉得如果它能调整成1%的亮度 就能再再暗一点点呢 可能使用起来更加方便一些 当然这个是超级极限的情况下了 但如果你有一些些极度弱光的需求的话 好吧这个10%的亮度 我觉得有时候会显得过亮一点点 那这个就是智云云赫4的一些使用感受了 我觉得总体来说好吧 它变得更小更轻 但是承重没有任何的妥协 同时呢续航也更强 然后使用也更方便 如果你需要一款这种简简单单的稳定器 好吧 就是能让你长时间在一天里面 长时间手持进行使用的话 我觉得云赫4算是一个蛮安全蛮不错的选择的 我会不会有点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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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会有点免费的